世界就从社会做起 金融市长林又昌一一询问同学们未来的求学方向 今年国中会考成绩出炉 金融市共有八位同学拿到满级分的佳基 包括定类国中及中正国中各一人 民传国中最多有四人 二姓国中也有两人 其中定类国中的苏安杰同时获得5A加加级作文六级分 苏安杰分享作文高分的秘诀 除了多读还要多写 就很有兴趣 对 我会去看各种各式各样的书 然后有时候特别有心情的时候 也会去写展文啊诗什么之类的 所以这部分就是如果真的要加强的话 就是多写多看 然后尤其是一些很有名的作家的句子 我会特别把它整理起来 然后自己看 然后久而久之就会比较灵感 苏安杰更透露 经由冥想帮助她克服作文瓶颈 冥想她本身有一些方法是要带入其他人的情境 去体会当下那个感觉 然后跳过现在这个 所以那个时候作文就想说 可不可以用这个方法试试看 对 然后因为你有很多人的情境可以带入 或是很多事情的情境也可以带入 不一定是要试试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就可以有非常多东西可以写 这是我太太的学妹 对 我太太念名船 对 金融市长尼佑昌也特别赠送 人类的故事这本书给这几位满级分学生予以鼓励 并期免同学们能跨领域的广泛涉猎知识 培养宏观的视野 不自我设限 以因应未来的挑战 所有同学其实都非常的优秀 表现也非常好 能够得到满级分 其实我相信他们自己对于学习的一个规划 还有态度 都有他们自己的一个想法 我觉得他们非常的成熟 不太像这个国中的一个毕业生 反而是像大学生 每一个都有自己的一个见解 那当然我也祝福他们 在未来的学习的这个道路上面 因为现在的一个科技的一个发达 其实各种学习的一种方式跟管道 机会非常的多 而且未来的人类的一个世界 其实会面临非常多的一个挑战 也更需要跨学科之间 知识的一个融合跟学习 那即便是学理科 是科学家或者是医生 其实也要有人文跟社会的一个关怀 那另外即便是念社会科 是文学家 但也必须要能够使用科学的一个工具 我想这是面对未来人类世界的一个挑战 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方向 而全世界的一个大学 或者是高等知识的一个学习 其实也是往这个方向在发展 所以特别给他们这个提醒 然后也给他们鼓励跟祝福 记者张旗藤金融报道 谢谢大家